大家好,黎智英被捕入狱了 昨天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布临时拘押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 理由涉嫌诈骗 这个案件将到明年4月审理,黎智英在监狱里待5个月 他另外两个案件的同案人是运营高管周达全 还有行政总监黄伟强 这两个人也是涉案 但是当天周达全和黄伟强两人均保释获准回家 但是黎智英的保释申请就被驳回 黎智英要在监狱里待5个月,待到明年4月,待到开庭 他涉及这个案件就是苹果日报的设置 被认为用于租约,没有提及的用途 那就是之前的那个设置,涉嫌诈骗 所以呢,这个案件4月份要审理 他的这个好朋友叫何仁俊 他呢,给黎智英申请了保释 目前这个保释也被拒绝了 那记者呢,也采访了这个何仁俊 咱们来听一听何仁俊怎么说 他说,现在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是他本人的律师 但看来,指控主要说他可能违反了一些契约的条款 在香港啊,其实常常有这样的指控 很多都是按照民事诉讼处理 如果采取刑事诉讼,那就不简单 所以啊,今天起诉的时候 相关调查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几个月,这很奇怪 这样的起诉其实非常复杂 商业诈骗案很复杂 这个何仁俊是大律师啊 他也对这次起诉的司法裁判十分不理解 那咱们后续再观察 看看这个案件的审理啊 那记者问,调查虽然还没有结束 但法庭已经裁定要将它拘押到明年4月 何仁俊回答,这非常不正常 我们觉得是不应该的 起码是一般来说调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不会起诉 即便是怕他离开香港而起诉 也可以定一些条件 不让他离开 但是没有理由把他关起来几个月 我很少见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现在香港的情况 整个收紧状态 像黎智英以前是让他在家 对吧 4月份起诉的时候 对吧 才开始进行案件的审理 那审理之前就先把他控制起来了 我觉得是不是黎智英或者是得到一些消息 黎智英准备要走啊 或者是你想4月份 这个民主党上来 特别是民主党要打香港牌的 那像黎智英这些人会不会 他如果在家会配合着美国搞一些什么事情在香港 我觉得就是中国这方面 是不是得到什么情报了 要提前把黎智英控制起来 不要搞出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大家得想一想 因为香港这个事 特别是拜登上了以后要搞香港的 你不要以为拜登上了以后 中美就没有对抗了 香港这个事会越来越明显的 会越来越有对抗的趋势 而且民主党特别喜欢搞香港 你记住 黎智英看来这个真正很为难 你说不弄你吧 不弄你 你配合着美国一起搞乱 那绝对要弄你 弄你呢 那你就收着吧 在里边待5个月 至少在监狱里待5个月 他拘留所里边待5个月 他至少在外面不会再搞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香港我觉得是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了 记者接着说 最近香港司法部门不断对近年来抗争运动 一些人物提起起诉 还有判刑 香港司法体系在何等程度上 如今还能够独立裁判吗 何仁郡说 我相信他们现在面对很大压力 但是幸好在结构上 法庭基本上 我只能说基本上相对独立 那就是其实他也是相信香港是有独立司法的 所以很多反送中案件中 起码有一半罪名被裁定不成立 很多人获得无罪释放 所以法庭还是相对比较可信赖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政治压力确实很大 尤其是相关国安的案件 会用国安指派的法官 我相信这些大都比较保守 比较严谨的法官 就是说他们会宁谨勿松 所以大家会看到很难保释的情况 我对此很惊讶 那就是香港现在一个最新的情况 我觉得从这个事上 你也可以看到香港整个一个情况在那变化 这个国安法出现以后 像黎智英像黄之锋这些人逐渐就入狱了 我觉得这是国安法以后的 我觉得这是三把火 这是第一把火 未来可能还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 去年反送中确实闹得有点过了 确实闹得有过 而且中央一定会打击 那你像这些手贩 手贩一定会处理掉 而且拜登上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香港的问题 不但不会解决 而且会加重 特别是民主党这些人 一定会在香港搞一些事情 我真的希望香港逐渐恢复平静 不要搞政治 你香港搞什么政治呢 你就一个弹丸之地 然后本来靠着大陆做生意 现在全世界都在做生意 搞经济 你搞这个政治干嘛 香港人应该很聪明的 你怎么能去搞政治 你搞政治 搞到最后 你香港能得到什么呢 香港 独立 能独立吗 水都不能独立 粮食也不能独立 你能独立到哪 香港要独立 只是那个岛 香港岛独立 九龙新界 是不是 那全都是大陆的 谁说九龙新界是你的 中英联合声明里边 九龙新界是租界 你怎么独立 就那个香港岛 连淡水都没有 他怎么独立 香港人真的认清自己 不要搞政治了 咱们再看嘛 香港现在 你也应该知道了 香港现在是收紧状态 收紧状态 我现在是收紧状态